那我,好,大家好 那我很開心喔 因為我昨天沒有上到課 可是我今天也有上到這一堂課 那這一堂課呢 其實呢 讓我們呢 完全就是可以擺脫很多過去的包袱 因為以前我們在想東西啊 或者是我們在 我們可以講說 我們是活在那個框架當中 所以根本沒有辦法 真正去激盪出那些創造力 那今天整天課程下 我覺得透過那個 畫那些這個新制圖的那個演展喔 真的會幫助我們覺得說 我們真的 真的很能夠激發出 我們真正的一些創造啊 還有一些思考能力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管是 對我們在生活中 或是工作上 都有很好的幫助 那我相信雖然今天有一些 跟我一起來的這個朋友們 同事 我相信對他們來講 也是一個很棒很棒的一個禮物 然後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來 下一位 來 下一位 來 趕快 來 趕快 有沒有人 Yeah 都一定要的好不好 趕快 來 來 歡迎一郎 掌聲給我歡迎 哈哈哈哈 有這個解脫了有沒有 大家 好 大家晚安 很高興跟大家一起來學習 今天的應用 那我覺得很好玩就是 從創造力的方面去 創造要從什麼開始啊 想像 想像力還有觀察力對不對 那我們很高興從100塊開始觀察這樣子 然後一路下來 然後有講到心靈的部分 請聽啊 還有那種就回到內心找答案的部分 那我覺得 今天的創意發想有很多的 原來很多東西 幾乎所有的東西都可以用在新制圖上面 我覺得很妙 然後能夠讓自己的腦筋可以活化 然後我覺得可以刺激一些 平常腦筋不太動的時候 現在可以用一些圖像去連結 然後可以應用在很多的地方 我覺得非常的棒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好 下一位 來 趕快來 來 掌聲鼓勵歡迎 各位同學好 因為我昨天有來上課 所以今天是第二天嘛 那昨天一上網 就是做捷運的時候就開始在畫新制圖 就是畫要不要去弄頭髮 然後做捷運是要 所以就馬上去了這樣 對 就是幫忙離棄 而且做決定速度會是果斷的 就是圖都這樣畫出來 就是這樣去做這樣 那今天很有收穫的是那個創意 創意那個Slogan的那個部分 透過這樣的方式 可真的是會激到處比較特殊的那個Slogan會出來 然後我覺得原來平常我們在看那些Slogan 為什麼他們都有這些想法特殊 那我覺得透過這樣的練習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就是 做出很漂亮的那個Slogan 謝謝